中国新年才刚结束 紧接着元宵小过年又要到了 传统市场商家刚忙完年菜 又要忙着准备元宵 倒是一般人分不清楚元宵和汤圆的差别 其实差别就在做法 用竹筛滚出来的叫做元宵 吃起来口感扎实 汤圆则是用手工包出来的 口感相对Q软 元宵在竹筛中滚啊滚 得出动四个大男生的力气 左右来回滚动五六次 才能让每颗元宵都能均匀蘸到糯米粉 元宵节快到了 市场走一遭元宵买气吓吓叫 当有的店都200盒 对公司团购的 不仅元宵买气夯 汤圆也大受欢迎 同样都是白色外皮 但两者不管是做法还是口感都有差异 滚元宵形状比较大颗 口感扎实 适合水煮或是油炸 至于手工汤圆 得将内馅用水抹粉包起来 形状比较小颗 口感相对Q软 一般拿来煮红豆 酒酿汤圆 十分对味 像南方的应该都是吃元宵吧 那北方汤圆 因为比较软 然后热红的汤圆 每天都可以吃得到 两盒 玫瑰 还有橘子 海苔 芋头 花生 玫瑰 白果 元宵和汤圆 不管是包芝麻 花生还是鲜肉 一直都是热卖口味 想要尝鲜 有业者推出玫瑰 凤梨 甚至海苔等新口味 就是希望紧接而来的元宵小过年 能出其招 满足过节气氛 经常给他电视综合报道